智能照明 线上配灯 语音调节控制 这种灯为什么能在不同季节里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又为什么能让食物变得更加诱人 琉璃灯 云石灯 发廊彩灯 新中式与传统中式的灯具有何不同 风扇灯 魔镜灯 植物灯 五花八门的灯饰又如何才能装扮你的家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走访灯饰之都 探学灯具里面的新科技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南 欢迎您来到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两页特约播出 消费主张家装剂由智能卫浴专家 横杰卫浴赞助播出 在我们的家中会用到各种各样的灯具 灯在家装当中除了照明功能之外 也是一种彰显品味的装饰品 更是科技感十足 营造家庭里独特气氛的重要角色 但是对于灯具来说 种类繁多 各种产品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 那我们消费者又该怎么去挑选 适合自己的产品呢 今天就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前往广东中山古镇 著名的中国灯饰之都 我们去那儿好好地探寻一下 家住广东的赵女士最近在忙着装修房子 家里的大部分硬装软装都已经完成 只有位于客厅和餐厅的主灯 她迟迟没有选好 赵女士认为在家庭装修里 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不仅就是衬托家里面的装修 它还要起到一个照明的作用 一个装饰品吧 就要整体跟我们风格比较搭配嘛 因为我们就最少要选一个欧式一点的 赵女士希望灯光要让家人感觉舒服 还得跟整体装修风格相搭配 但是在逛了很多灯具店后 赵女士却变得更糊涂了 这些灯具看着都很漂亮 但却不知道放在自己家里到底合不合适 第一个去外面看了蛮多的灯 然后在家里面量到尺寸 来看一下合不合适 然后再定一下风格 看得太多了 自己都眼花了 那该如何挑选一款合适的灯呢 这里面有什么窍门吗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 有着中国灯式之都的美名 在这里灯具销量占全国灯式照明行业 70%以上 在一家大型灯具卖场里 记者找到了广东省中山市照明电气行业协会的副会长欧德成 在灯具的挑选上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他吧 这是一个全国全球体量最大的一个灯式专业卖场 灯呢 现在有很多品类 比如有新宗师 有那个现代的家具照明产品 还有传统的一些我们叫花灯 在行业说的花灯包括水晶灯啊 室内的装饰灯啊 这些类都很多 卖场里的各种灯具真是叫人眼花缭乱 想要挨家逛玩可是个体力活 在跟欧德成讲了消费者在选灯上的一些顾虑后 欧德成推荐给我们一家可以智能线上配灯的店 线上配灯是怎么回事 我们打算带着赵女士亲自来体验一下 扫码上传一下你的场景 然后就可以自己搭配一架灯 通过这个系统可以选择你喜欢自己喜欢的灯 赵女士把自己手机里拍的家里客厅照片扫码上传 系统里就出现了家的场景 接下来把灯的图片放上去搭配看效果 虽然灯的款式很多 但根据风格用途分门别类 挑选起来并不是很麻烦 操作上还可以放大看灯的细节 任意调整位置 找到合适的灯后 就可以把搭配好的图片进行分享 让家人朋友也给一些意见 赵女士操作了一会儿 就选中了一盏欧式灯具 看上去跟自己客厅风格搭配起来挺合适的 利用图层的叠加和变换搭配灯式 添加购物车后直接购买 这样的一站式配灯服务确实节省了不少体力 也让消费者更直观地感受灯式与家装的搭配是否合适 除此以外 线上配灯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展示了配灯系统 利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可以实时地取景功能 欧德成告诉我们灯的智能化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潮流 智能系统已经在第一步选灯上面就方便了不少 整个发展去向都是机能化的 过去的灯具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照明作用 能够照明能够看得到让我们看得到 现在的灯光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星星 可以自己来控制调节 灯可以配合星球 可以 那个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你就感受一下就知道 欧德成带我们来到这里 一家智能照明体验馆 他说这里的智能灯光可以配合人的心情 足够出户就能感受四季变化 这是什么意思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照明设计师陈慧为我们进行了演示 其实春夏秋冬对于我们人体最大的感受 就是温度的感受 那你会发现在不同季节上面它温度不一样的时候 当你回到室内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色温一定是符合外界光的一个色温 你想想夏天外面三十七八度回到家 非常的热对不对 那其实有时候人的视觉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回到家夏天用打个比方 用这样的色调 这个是相对比较暖的色调 那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 会瞬间感觉到更热火上加油的感觉 同时人是静不下来的 那这个时候夏天回到家 我们需要有什么光啊 需要有清凉一点的灯光 这个从视觉感官度会让您更清凉 没有那么热 经过晨慧的操作 灯光变冷 确实有凉快一点的感觉 接下来晨慧又选择了冬天模式 灯光变成暖色 通过对灯光色温的调节 来影响人的视觉感受 从而影响生理感受 不同的季节对应不同的色温 夏天使用六千K色温的灯光 冬天则用两千四百K的灯光 而春天和秋天则需要选择 一种烘托式的灯光 春天的话呈现是一个 生机勃勃的一个这样的季节 它的色温是非常接近 我们的太阳光的四千五百K 那秋天的时候呢 我们要体现什么 收获的感觉 那这个色温会相对 会偏更暖一些 大概是在三千五百K左右 除了四季灯光的变化 照明设计师陈慧告诉我们 灯光也还可以根据功能需求 有不同的场景变化 例如会客模式 会通过降低周边亮度 减少人视觉上的空间感 来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影院模式 会降低空间明暗对比 保留电视背景光 平衡观影视觉亮度 从而做到保护眼睛的目的 虽然灯光只是营造氛围 很难被明显地察觉到 但待在适宜的灯光里 确实能让人觉得很舒服 就是那个皮肤上首先 心理上吧 可能是就感觉冷了一点 然后冬天的时候 是真的热了一点 是真的有这种感受 我觉得我家要改进 就是一定要 就适配上 接下来你的灯光可能会 确实是好舒服一点 陈慧告诉我们 在餐厅中 不同的光甚至能影响 我们的食欲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陈慧将两篮水果放在桌上 在不同的灯光下 它们会带给我们 不同的感受吗 调节灯光后 让我们来观察水果的变化 确实 在不同的灯光下 水果呈现出来的色泽 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陈慧解释说 这跟调节灯的 显色指数有关 显色指数越高的灯距 那么被造物体 也就是我们的食物 还原程度越高 那说白了 通俗地讲就是 能够勾起你的食欲 那好比说 同样一盆食物 通过不同灯光的闲子 一个是70的 一个是特别高 90闲子的灯光 这两盆食物造出来 我们人眼的视觉 感官这个食物的颜色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显色指数又是什么东西呢 现在灯光的显色指数 能达到多高呢 在一个灯光实验室里 照明技术研发人员 彭海忠给我们做了演示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 叫做灯光实验室里面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里 就下面这一排过 是做一个显色指数的演示 我们看到的产品的色温 都是4000K的色温 但是显色指数不一样 我们第一个 看这个RA是70 第二个是80 然后90到97 那么这几个代表着 目前近几年来 LED的一个发展 因为LED一直技术 在提升在变化 97的话是属于一个 比较高的 目前显色指数 算是比较高的 就是整个芯片里 上游芯片所制作出来的 相对来说 应该是最高的一个值 那这个值的话 就是越来越接近太阳光 光源对物体的显色能力 被称为显色性 为了对光源的显色性 进行定量评价 人们就引入了 显色指数的概念 显色指数的数值 越接近100 就说明其显色性能越好 目前LED灯的显色指数 已经做得越来越好 甚至能达到97 使我们在家里的光线 越来越接近太阳光 可以让我们的眼睛 看得更丰富 不过记者注意到 这个智能灯光体验管理 所有的操作 都是通过控制面板 和手机APP来进行的 比以前的开关 可是方便了不少 那还有没有更加方便 甚至可以解放双手的 控制系统呢 天猫精灵 有客人来了 正在为您关闭门口的窗帘 正在为您关闭客厅的窗帘 很乐意为您下楼 刚才我们演示的 就是我们的家电系统 跟我们的一个灯光系统 的一个互动 我们在手机APP上面 进行设计一个组合指令 那如果比如说 我到家的时候 我会给他一句话 比如天猫精灵 我到家了 他就会把电器运转起来 然后把我们的灯光 打到一个最亮 在这家店里 我们发现 销售人员手里 没有操作任何东西 只是用语言命令 屋里的灯光就亮了起来 窗帘自动拉上 电视自动开启 这还真有点神奇呢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 这里的智能灯光 还可以用语音操作 进行情景照明 什么叫智能灯光 我们简而言之 就是每一个灯 都可以进行单独的 一个调光调色 那么我们谈到 智能灯光 一定要想到一个 情景照明 什么叫情景照明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 在看电影 我在家里看电影 是吧 那么我只需要 给天猫一句话 你好天猫 将客厅的灯光 调到电影模式 好的 正在将客厅的灯光 调整为电影模式 我们在这种灯光环境下 去看电影 会更加有一个光影感 对吧 那么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是在 我们在进行 客厅的一个阅读 就是我也可以 可以给他一句话 你好天猫 将客厅的灯 调整为阅读模式 好的 正在将客厅的灯 调整为阅读模式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整个灯光环境 是一个正白的一个色温 百分之百的一个亮度 那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 整体的一个亮度 跟色温的一个变化 我也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 你好天猫 将客厅灯的色温调到五 好的 正在将客厅灯的色温调整为用 那么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暖光的一个环境 这套智能灯光系统 利用的是 无线信号传输技术 只需要购买配套的灯具 网关和语音盒子 就可以进行 全屋的灯光控制了 那么这样一套 智能灯光系统的价格 是不是很贵呢 一般的话这个价格 三房两厅的房子 比如120房的一个商品房 对吧 我们的一个价格大概 市场价大概是在6000多左右 有数据统计 中国智能照明市场规模 年增长率保持在25%左右 有人预测 到2020年 中国智能照明行业的市场规模 有望超过270亿元 除了智能灯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方便舒适 灯的另一个装饰作用 也是极其重要的 两女士家里正在装修 所有灯具也已经配置完毕 不过她告诉我们 由于是三大人一同居住 当时在灯具的选择上 家人们的意见却不是很统一 由于我们家有小孩子 又有老人家 跟我们一起住 那老人家的话呢 他们就比较传统一点 他们就会喜欢 一些偏中式一点的风格 家里的老人 喜欢传统的中式灯具 可梁女士认为 中式灯与自己的装修风格不搭 并且会显得老气陈旧 最后可还是选择了 轻奢风格的灯 那么现在 有没有什么能适应多种装修风格 并且让全家人都接受的产品呢 中山市照明电气行业协会 副会长欧德成告诉我们 今年最流行的灯饰风格叫做 新中式 应该可以满足梁女士一家的需求 那什么叫做新中式灯呢 欧德成带我们来到这家店 一进门 清新古典的灰派装修风格 就把我们吸引住了 新中式灯呢 就是最近这五六年呢 在流行起来 这个市场份额 各方面都是占很大的比例的 在这种花灯来说 它起码占了三分之一 左右的一个比例 那么新中式与传统中式的灯具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灯饰设计师黄白如告诉我们 从设计理念到选材上 新中式和传统中式的灯 都很不一样 新是代表着新的审美关系 还有我们现在新的做法 那以前我们的老中式 可能更多的就是符号性会更多 那比如说福禄寿的这些 更多的就是整体一比一的 去复制出来 那新中式可能取其意 就是它整个灯具 只有意境到了就可以了 但它的手法呀 质感呀材料 都会用现代审美的去做 所以才叫新嘛 黄白如介绍说 传统的中式灯符号性极强 中式风格非常明显 在颜色上也以红色为主 这样的灯饰非常适合 传统的中式装修风格 而新中式灯取其意境 在风格上凸显现现代人的身背 放在中式 现代极简等装修风格中都不显得突兀 在选材上也突破了传统中式灯选材单一的局限性 假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只有木头啊或者铜 但是在我们现在新中式你就可以运用的更多的材料 比如说这个系列就是探索杆 还有玉石 还有布料 这样子 棉麻布 除了选材上的不同 新中式灯在照度上也跟传统中式灯有不一样的地方 老中式原来传统的都会偏暗一些 对 因为他老中式会配很厚重的家具 很传统的家具 那如果它太亮 它整个环境本来的木头跟它的材质就曲线于 它不能做得太亮 那新中式它不一样 它可以稍微把亮度调高 而适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生活方式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新中式由于材质的原因 透光性比传统中式要高一些 新中式灯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又含有一些文化底润 难怪近年来被越来越多消费者所喜爱 中式的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有点古板一点吧 新中式有点那个 比较带有点时尚 传统又有点时尚 比较清爽 不太像那种 像现在有些什么欧式啊 或者说是什么地中海这种 可能弄得一看挺好看的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觉得 比方说就是我在上了一天班 然后回家了之后看到那个颜色 就是可能不太会让我感到一些舒服呀 或者说放松啊那样的 但是像这种风格的 就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那么新中式风格的灯 与传统中式风格的灯相比 价格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有质量的传统中式来讲 它基本都是用一些比较名贵的石木啊 或者它的材料单一啊 所以它的价格相对会偏高 那比如说新中式它运用的材料很广泛 然后接受的人群也会更多 那我们假如一个一百方左右的房子 那会有三个房间 客厅灯跟主厅灯加在一起 那我们的价格平均可以做的是 六千到八九千这个阶段 除了这种清新淡雅风格的新中式灯 发廊彩材质的新中式灯 也让人眼前一亮 用流利发廊彩做出泼墨 或其他的一些中式元素 通过流利的透光性 灯光也更加灵动文心 并且不乏时尚感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 用传统文化的概念和意境 搭配现代的工艺和设计 就是这种新中式发廊彩灯的特点 国内的这些消费群体 尤其是年轻的消费群体 它也对自己的文化越来越自信 所以说但是呢 它就是跟老的一辈的对中式文化的理解 它是不太一样 老的可能就是看起来都是传统的感觉 它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在时尚的基础之上 再添加一点中式的元素 提升自己的品位 在卖场中我们发现 现在的好多灯具也都玩起了跨界 像这种风扇灯 就是将灯和风扇结合起来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 这样的结合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优点 它可以介绍很多空间 它把很多个产品的功能就融络在一起 第一个是风 第一个是这个灯 还有一些像这种净化器的功能 包括这些音响的功能 它是有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同时它可以融在一起的时候 它这个接损了现在的房价这么贵的 它接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它可以如果跟空调搭配起来就 它可能可以接损这种 13-40的电费 省空间 功能多 能耗低 这样的风扇灯看起来确实蛮实用 一台风扇灯的价格在800元到1200元左右 除了风扇灯 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新鲜产品 将镜子和灯进行的结合 名字叫做磨镜灯 这样的结合又是为什么呢 以前我们的镜前灯 就是上面一个单独的灯 我们叫镜前灯 镜子单独的灯 那我们就是合而为一了嘛 现在一站地方 要留两个位置顶上 还有一个那个镜前灯呢 它照射的角度 很多来说的话是一束的固定了的 有的就算加上什么旋转啊什么的 但是谁会去掰过去掰过来呢 你看天天照着这个镜子 能让我们觉得更漂亮 我们叫智能美妆嘛 这种磨镜灯是如何实现智能美妆的呢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 这主要是通过对灯的调控来实现的 你看我们的灯光一般 可以通过触摸开关 分三个色温 对于照明 偏重于照明的时候 就6400K的 假如你想增加一点氛围呢 那就3000K 或者是中性光 它有个中性光 这就是一个中性光 其实我们把它亮度 我们还有一个 每一个色温都有一个 无极调光的功能 你长按它 它就逐渐变弱 如果是 它就逐渐变亮 在卖场中 这家绿植灯店特别吸引人的眼球 把灯变成了 盛放植物的各种容器 植物的绿叶在灯光映射下 显得格外清脆 销售人员介绍说 这是倡导绿色家具的理念 上面有灯光打下来 绿子的话 你这样灯光一打下 焦射下来 就是像阳光一样的光合作用 这样子 焦射效果就不一样了 颜色的话 可能都会用暖光 不要暖光一点的话 焦射出来 暖和一点植物焦出来 效果就不一样 植物可以水养 也可以涂养 平时只需要简单加水 照料一下就可以了 用绿植灯装点家具 不但可以为房间 增添一抹绿色 还可以做到 让房间湿润 净化空气的作用 这看了这么多 新颖的灯具 不知道您是不是 已经想给自己家里的灯 更新换代了 那我们就发现 这智能灯光 可以根据色温和亮度的变化 去营造更舒适的空间氛围 那春天人居空间 适宜的灯光色温 是4500K 去感受一下春的明媚 那夏天人居空间 适宜的灯光色温 是6000K 那可以感到清凉 那这秋天 人居空间适宜的灯光色温 是3500K 那在这种色温下 我们就能够体验到 丰收的感觉了 那到了冬天 人居空间适宜的灯光色温 是2400K 那在这种色温下 一回到家 就会看上去比较温暖了 那么在选择灯饰方面 如果您家里是 现代简约式的装修风格 那么您就不妨去考虑一下 现在比较流行的 新中式风格 那既有中国传统的特色 又不乏现代时尚感 出门不妨 远程看家 手机遥控 家电联动 什么样的安防产品 让你出门也能放心 智能摄像头 红外探测器 还有用手机控制的猫眼 这些智能产品好用吗 如果调查体验测试 看安防产品 玩起哪些新科技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那下期节目呢 我们要一块聊一聊 家庭的安防产品 这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那么如果一旦遇到突发的情况 它可是您生命和财产安全的 重要保障 那在以前啊 传统的家庭安防呢 主要是依靠防盗门和门锁 来保护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但是近年呢 智能门锁 智能猫眼 智能摄像头 红外探测器 这些智能安防设备呢 就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了 那么这些产品 它真的好用吗 它们是否可以让我们的家 变得更安全呢 欢迎您关注我们下期的节目 好了朋友们 那今天的消费主张就是这样了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感谢收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